收看這一集的你要賣多少要來啦 欸你看這裡有寫一組摩斯密碼 欸不是啊 他這台車買到現在 他這個他都沒有把它吐掉喔 好啦看過車廂 這一看就是要打過膠了 這整個都打過了 哇帥啊 媽這屁股有撞到 你看這個你看這多醜 像橘子皮這邊 我跟客人講嘛 欸然後後面是撞到什麼東西 蠻嚴重的 還有板筋了對不對 你知道客人這樣 蛤有撞 他說這個當初也是透過什麼 朋友的他媽三淑公的小孩 他媽在賣車 然後就介紹介紹介紹 他是要認識去買的 當初他去二手車廂買 裡面有一個認證報告書 本車骨架結構 沒有任何修復的痕跡 這台車是鑑定通過 壓根買回來到現在 他都不知道那台車有撞過 來啊 我們的新單元菜鳥愛車小搞完 不是啦 小搞搞 欸 丹尼好不好 丹尼比較有 sense 因為你要跑新車線 跑新車線要取一個 除了什麼歌什麼歌以外 再來我們就要取英文名字了 有Andy老爹嘛 叫丹尼老弟 哈哈哈哈 聽起來很像在罵人耶 來 每個人都要分配一台車 今天這台是 曾經在你要賣多少出現的 Fortys 2015年的 好不好 我記得當初我馬上買13萬 從那時候拍完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動 這台車已經被我們放到齁 從停車場要移出來的時候 已經發不動了 汽油幫浦掛了 來來來看小師長姿勢 汽油幫浦要掛之前 如果你能明確的知道汽油幫浦的位置 通常都在油箱的最上方 就是後座拆開上面 拿東西一個人發動 一個人拿東西一直敲 一直敲一直敲 敲汽油幫浦 因為它葉片可能卡死了 太久沒有開了嘛 敲到葉片 欸 懂這種感覺嗎 本來卡住敲一敲 忽然開朗 整座都開了 轉起來以後就發動 我們就把他開回來 可是我跟你講 我很喜歡汽油幫浦在我們手上壞掉 因為汽油幫浦是少數幾個零件 拿插電腦插不出來 新一點的行車電腦可能有 比較高端的車子 但大部分的車 汽油幫浦壞掉是 你插電腦是插不出來的 例行性的檢查的時候 也檢查不出汽油幫浦 到底什麼時候要掛 通常都是畫戲的戲 跟啟動馬達一樣 所以這個為什麼我說 我很喜歡汽油幫浦在我們手上掛掉 那我們這次整體就換掉了 那代表跟我們買這台車回去的人 短時間內不用再擔心 顧入了嘛 反正呢 汽油幫浦我們到時候 丹尼要記得要換掉 好不好這個是在我們清單裡面 那你來這邊多久了 大概六個月 看這麼快喔 好玩嗎 公司好玩 還可以還不錯 對車有興趣嗎 我怎麼覺得你對啦啦隊比較有興趣 都很有興趣 你確定嗎 對車也很有興趣 你是不是抓抓你說 不要啦 不要透露 不要啦 欸 哇 黃金戰士竟然會 這麼含蓄喔 你不要假喔 我有看到你轉貼江坤宇的再見全球塔 哈哈哈哈 你不是嗎 你是不是都看軍軍一團 還是每一團都有在看 哈哈哈哈 不錯不錯 有興趣就好 現在接下來讓你搞搞老車 新車要跑老車夢搞 基本上它這個已經有光條了 大燈我們就把它保留 錢包桿把它換掉 換帥的 雖然我們已經做過這個企劃了啦 可是這台車呢 我們後來是想說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喜歡看我們整理車啊 檢查車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做一些紀錄 整理的紀錄 不一定是整理很大 以前我們拍影片就是要很大成本 很大製作改很大 我們才會拍嘛 那現在我們把一些比較基礎的 我覺得也蠻受用的啊對不對 那這個輪圈喔 到時候我們去找看看 我們有沒有庫存的鋁圈把它換掉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它後面當初呢 好像有 碰撞 做得很醜 有沒有 第一個是這裡嘛 皺巴巴的嘛 要請扭巴的嘛 第二個是這裡嘛 好這個到時候呢 我們要請我們修理廠把它洗壓給 那後保桿我覺得應該也會換掉 加一個小尾翼 你看我們後面椅子拆開 汽油棒扶在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蓋子 蓋子掀開 這下面就油桶 這就啟動馬達 一個人在前面發 一個人翹 它就有機會發動 椅子本身就還不錯了 所以椅子呢 我應該是不會跟動了 方向盤呢 它原本也已經包了 打孔的方盤了 我們也可以不用跟動 它的中央螢幕也已經改成安卓機了 全部都省起來 我們就只需要把外觀 弄帥帥的就好了 好 那如果它外觀 我看到外觀 門這邊受傷 啊 這裡也有 欸好像 這裡也有耶 尷尬了 我們再來討論要不要改顏色好不好 那還有一個重點 我常常在講的 這個水切 看是要換掉 還是要烤漆把它弄漂亮來 有沒有 我不是常常都說 這個水切最容易舊舊的嗎 好不好 我只看外觀跟內裝的部分 基建的部分就交給你們了 好啦 那就 Let's go 出發 左耳眼睛燈亮著 我們現在是要出來試什麼 底盤有沒有異音 底盤很好 試完了 確實沒有聲音 我們去後面繞一趟就好了 看有沒有異音 阿有什麼煞車會不會抖動 這台你們都還沒試過 還沒 好像都還沒有開過 那我們等一下要試一下 煞車盤會不會抖動 它7.8萬要換水棒譜嗎 沒問過就換 好囉 現在要來試聲音了 看底盤健不健康 就靠這條路 這台不錯喔 內裝也沒什麼聲音 底盤也沒聲音 那我們等一下試一下 煞車會不會抖動 等一下我會稍微急煞一下 你要抓好 好的 我開到60煞就可以了 可以 它車盤也是OK的 好 那我們可以回去看要用什麼了 只是這引擎燈回去要看一下 回去看一下引擎燈是亮什麼 它冷氣也會冷有沒有 冷氣是會冷的 所以這台就是做8萬公里的保養 那原廠手測看它8萬公里要做哪一些 好不好 那我們就照上面的去施工 然後再看實車的狀況 那其他的有沒有漏油漏水 這些都檢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定期保養就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8萬公里 公里數8萬 機油 機油心 空氣心 水箱金是4萬換一次 我們也要換水棒補 所以水箱金就會順便換了 它這有8萬公里 要更換 它是4萬8萬換 變速箱油這裡有寫 2萬檢查 嚴苛每4萬公里換一次 所以基本上8萬也就把它換掉 所以剛主持的皮帶會是沒換的 沒有 皮帶要檢查啊 就檢查看狀況 因為也許它之前就被人家換過了 也不一定喔 拔動 來看一下它是什麼故障燈 40s 對 好 那我們來讀故障吧 這是第一個 對 這是第二個 應該是沒有電造成的 然後我們先把它削掉 看到說它會不會再亮 OK 因為它不是什麼東西壞掉還是怎樣 那可能是因為沒電導致 那我們先削掉 然後我們重發一次看看 OK 對喔 因為我們現在電霸接著 所以都有電 所以我們這樣看一下 沒有了 有沒有 它就不亮了 有沒有 對喔 好 那這樣不亮了 我們再去看一下 有沒有故障 對 如果都沒有 那就是真的是沒電造成 所以這個就換電餅 應該就可以了 對啊 把電餅換掉就好了 對 就沒有了 沒有了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 到時候電瓶換完試車的時候 我們再多試一下 因為這台車開起來沒什麼問題 怎麼會有個物量已經淡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要先從哪邊開始看 先看上面嘛 你要再看下面 來來來來來 你看看 車皮帶是不是很新 看起來就像換過的啊 扭蓋目前看起來沒有漏 來這邊下面都是乾的有沒有 後期左右風會在這邊漏油 也是乾的 對 也是乾的 有沒有 也都沒有了 然後變速箱 周邊油力格也都乾的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摸得到風扇 看它有沒有間隙 兩個風扇都要摸 還好沒有間隙 也可以順便看引擎腳 因為我們剛剛開了之後 其實都沒有不正常的抖動 也沒有很不舒服的抖動 基本上引擎腳 我們開完 它是好的 欸 它避震器換過了耶 不錯耶 這一台 這裡水泡湖怎麼會噴的到處都是油 啊 它那個不是油 它旁邊是噴那個防鏽漆 咖啡色一點一點的有沒有 我想辦法用手摸摸看是不是油 來 有沒有 它不是油 對啊 所以那是防鏽漆 那我們再來就是檢查煞車皮 跟煞車防鏽 來 煞車皮這邊就可以看得到厚度 這大概六成左右 後面也有煞車皮 這就有七成到八成 對啊 這個看起來也換沒多久 看這邊的字 就看得出來它要換沒多久 還很新 這不錯耶 給它很防鏡感 增加車體傷性 對 它也增加過彎穩定度 減少側傾 對啊 這個煞車皮都很新 因為這都一對 換就是換後面一對 或前面一對 好 也沒有間隙 剛開 也沒有軸成深 好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再來就是我們要準備叫料了 OK 那我們剛剛有看過那個園堂手冊了 機油 機油芯 那基本上空氣芯 冷氣芯都會換掉 然後再來 煞車油 然後變速箱油 然後水棒譜 水漿精 基本上就這些 還有一個汽油棒譜 那我們就先叫材料了 Av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發意金庫 國色天香溫柔 鹹熟 徐海莉 我們先來換電瓶 電瓶要注意什麼嗎 先拆負極 然後再拆正常 還是 欸 對啦 如果正常車子發動的 是先拆負極 那你如果沒有發動就還好 反正 兩個拆掉不要打鐵道就好了 那你如果先拆負極就沒有插 因為負極本來就是打鐵 好啦 再來我們要來拆汽油棒譜 拆起來換馬達 汽油棒譜會算很常壞掉嗎 不算很常壞啦 汽油棒譜怎麼可能做到常壞 可是我聽老闆說可以敲一敲 然後就可以發動 對啊 那只是暫時的啊 不是啊 就髒掉啦 它卡住了 所以敲一敲會好 這是總承 那因為它有單獨馬達可以換 所以我們要分解它 這樣子就分解了 然後你看下面多髒 有沒有看到 真的欸 是不是很髒 嗯 沒有騙你吧 這個就是汽油壓力 髒 但是你看它的濾網 哦 真的很髒 夠髒吧 然後你看上面還有鐵屑 我們把它清乾淨就好了 好 好啦 我先把馬達弄出來 有沒有 推出來 好 就可以了 這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啊 對一下正腹肌 對不對邊啊 好 這樣扣進去就可以了 回裝之前我們要先把這個清一清 能清多少就清多少有沒有 有沒有 盡量清啊 你看清完大概八層新 有沒有 是不是差很多 因為我們只有馬達壞掉 其實其他沒有壞 油表也沒壞 其實就可以不用換總層 我們這邊好了對不對 對 要來清下面 你看 是不是 真的 還有金色的有沒有 有沒有 金屬 這算是鐵屑嗎 還是什麼 都有 可是石油裡面要怎麼會 油裡面不一定是乾淨的啊 油草底部還是會有雜質啊 繼續把它洗的跟新的一樣 好 ok 這樣就完工了 然後插頭插一插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試發了 有沒有 也有電了 汽油棒譜也換好了 好 送回去 鎖定了 我們來測試吧 我們來測試看看 因為現在裡面應該是空的 先讓它打一下油 先讓它打一下油 請示上安全帶 進行超能時 請注意後方來測 超能時 請注意後方來測 好囉 好了 有沒有 有耶 很順耶 這個 所以這主要就是這兩個東西 電瓶跟汽油棒 就是我們要先換完才有辦法繼續下一步 最後要換水 到時候又發浮動不是很麻煩 我們先來加壓 看有沒有漏 當然我們裝完水放浮還會再壓一次 可是我們先確認一下 它比較容易漏的 我們用鏡子看吧 好 乾了 有沒有有兩顆金色的螺絲 兩顆金二油 有沒有 沒有東西露出來 沒有東西 好 那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比較長露的是那邊 對喔 因為那塑缸的接頭 很爛 還要換煞車油 我們拆輪胎起來 可以最後確認一下 看有沒有符合標準 唉唷 好 好 這個就不用換了 它測試的標準是 有尺喔 8 少一點點 所以大概是7 綠色就是很OK 對 那這邊輪胎本來就一定要拆 因為我們要換水放浮 等一下露變速相有 我們就跟它露出來是多少 38 多一點點 我們就加385 唉唷 這就是它的水放浮 電片 好 這個都有新的 這是它另外一個電片 可是很奇怪 它應該是有做記號 不然不會是粉紅色的 縮電的嗎 對喔 它的記號 有沒有 因為我想說水是綠色 怎麼可能會粉紅色 對喔 就這樣 等一下就把新的 裝上去就好了 這個有鐵片的 就不用打膠了 像這個有沒有 這個黑色的 這就要把它清掉 這就是鐵片上面的漆 來 就這裡 有沒有 有一片 這就是鐵片上面的漆 要先把這個清乾淨 才可以裝 所有的平面都要先清一次 就是 這一層清掉之後 然後再拿清潔機把它擦一擦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新的 但是要把它靠乾淨 就這一層 完整 喔 對 重點是要確認這個平面 一定不能有漆 因為你有漆 裝上去就不膩 就會漏水 那我們裝完之後呢 還會再試一次水壓 就確認它不會漏水 這邊這個平面上面有兩個洞 就是水的洞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拿新的來裝了 中華汽車 對 然後水洞 總成 還有電片 那這個我們還是要把它清一清個 新的也是會有可能會有一些鐵屑之類的 不是鐵屑啊 就可能是一些灰塵啊 髒的把它擦一擦就好了 你看 它這一板的 就不一樣 差別在哪你知道嗎 底下有比較厚嗎 你可以摸 它整個面是平均的 然後它這個本身到時候熱的時候它就會變成焦 就會比較黏 那你看這一種的 這種就是以前的 以前的是你可以看到金屬 有沒有 對 然後它就是薄薄的一層烤漆 就這樣 那像這一種的就可以不用 這是比較軟 有沒有 上面感覺像是有焦 所以這一種的就可以封得住 我如果是這一種我就打焦了 這一種我就不打了 期待復原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加油加水了 然後加壓 測試有沒有肉 沒肉就繼續 我們來加油加水了 最後再換煞車了 加水 我們先測試 你看水原本清的現在變焦了 對 對喔 然後髒了就浮出來 但是加水就會浮出來 對喔 就表示它附著力沒有那麼強 其實還沒有咬那麼死 所以輕微的就會浮出來 反正我們這個水也會讓它發一發 然後再漏掉 再洗一次水到 有沒有 先來加壓吧 我們已經加壓了 它水沒有滴下來 也沒有水珠流下來的痕跡 正常如果有漏有沒有 正常如果有漏有沒有 我們加壓 它就會直接滴下來 喔 所以現在都沒有看到吧 然後還有這裡有沒有水 喔 都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發動 試看風扇正不正常 阿柯怎麼樣 我來看一下 不然人家都說 變成巨哥傳教師了 對 對 所以我趕快來看一下 現在就是先發動 讓它測試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就把水漏掉 再加新的進去 對不對 那就好 我們換邊這麼醬油 就排一排 每一檔隔10秒就好了 確定它每個檔位都有 對啊 都先把油壓建立起來 然後這邊有水溫表 有沒有 它原本車上就有水溫表 我們等一下就看那個水溫表就好了 就不用再外接 喔 因為數字的比較準 那你像它這裡面阿 有的也會有 有的是指針型的 有的是數位 但是其實那個 溫度差個5度10度 它也不會動 所以看這種數字的比較準 所以會建議車上裝水溫表嗎 對啊 最基本的就是水溫表 這個是因為不想要大修引擎嘛 因為水是最重要 你說漏油其實都還好 還是可以開 但是沒水 引擎就掛 開車就要注意水溫 好啦 再來我們就等水 OK 等溫度到風扇轉 我們現在 這樣子就可以先來量 變速箱油夠不夠 發動的情況下 那我們就插下去拔起來 這樣就可以知道 有沒有現在 因為我們沒有發多久 它現在在冷車上限下面一點點 那我們到時候等它熱的時候 再量一次 熱的時候就是水溫風扇轉過之後 如果不夠我們就好好再補 雖然我們是照它露出來多少 就加多少 那熱車之後 基本上就要再上限 因為熱的時候液體會膨脹 膨脹它就會高一點 所以現在還不能加 所以有的時候露出來幾罐 加回去不一定是那個數量 但是它還是會損耗 但是不多啦 水溫大概多少度算正常 煤台車不一樣 但是開冷氣基本上都在80幾度到90度附近 開冷氣風扇會一直運轉 你沒開冷氣就是要試它 沒開冷氣風扇會不會運轉 試它風扇有沒有換 會不會散熱 然後再開冷氣再看風扇有沒有轉 然後看水溫有沒有掉 所以冷車的時候風扇是不會轉 不會喔 不開冷氣不會轉 不開冷氣不會轉 開冷氣會轉 然後日系車啦 日系車 其他車種的不一定 我們現在它有運轉了 所以頂起來看它有沒有露 乾了 對不對 對喔 都乾了 乾乾淨淨的啦 底盤也都乾了 然後變速箱有沒有露 沒有露 然後我們發過了 然後也排過了 會露的話它就會開始滲出來 嗯 然後你就看膝蓋 轉起來都很順也沒什麼意義 來風扇已經轉了 你看水吸下去了 溫度也下來了 喔有沒有 有 因為有散熱了嘛 熱脹冷縮 有散熱之後它就會吸回去 所以它附水箱的作用就是這樣 熱車的時候把水擠出來到這邊 儲存 然後冷車再吸回去 然後來 現在風扇停了 因為溫度已經下降了 對90度 那就代表散熱是正常的 先量一下 電速箱有 還有雞油也要量 看它到哪裡 需不需要補 有了 看得出來嗎 熱車上限 因為我們家新的油 它原本的油也沒有很髒 所以你看很輕 大概在這位置 所以就標準不用再比 油太新太乾淨看不太出來 有了 拍不太出來 好啦 那我們就熄火量機油 這個是下限 這是上限 油在上限 所以也不用再比 就搞定了 剩下就明天見了 明天就是煞車油 然後把水箱水換掉 我們等一下來用水 我們先來用這個 先把煞車油抽出來 抽乾淨看它會不會很髒 那我們現在的油是乾淨的 透明的 等一下它就變髒了 比較黃的就會跑出來 先把濾網洗乾淨 這樣就不會有汙染的東西再跑進去了 我們來換水吧 有沒有看到 不要說我唬爛你 真的耶 是不是 就是 所以我們透明的 煞車油已經沉到下面去了 然後把原本舊的排出來 那我們到時候一樣要再把它抽乾 然後弄到這邊沒有髒東西 才有辦法漏 好等一下 先把水弄乾淨 這個是就是水箱 水箱金混過純水的 50-50% 一般家也是這樣 大概這個的比例嗎 其實要看車 太老的車不能加那麼濃 因為水箱金會咬鏽 水箱金的功能就是防鏽 那它也會除鏽 它有潤滑 然後清潔 老車你看裡面如果都是鏽 就不會加那麼濃 不然那一加下去就咬穿了 要看車子的狀況 很多東西都是看車子狀況 不是絕對都一定是這樣加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發動 讓它空氣排一排 一邊弄水一邊換煞車油 好啦我們可以來看煞車油了 好 唉唷 其實還蠻乾淨的 還不錯囉 那只是現在還有一些漂浮 小灰塵嗎 對啊 也不算灰塵 它那個黑色的東西就是 我們裡面有ALL IN 它裡面像一個活塞 只是它的活塞壁是金屬的 然後中間有ALL IN 一直摩擦 摩擦完它就會有這些屑屑產生 大部分來自橡膠摩擦 金屬壁產生的 好囉 我們再抽囉 好啦我們來看是不是乾乾淨淨 對 然後顏色是不是都一樣 裡面也是青的有沒有 就不會有光光的東西 就看到底耶 正常換完就要像這樣 對那我們就可以來抽油 把油管裡面舊的油排出來 我們從最遠的這一輪開始囉 好不好 這一輪是離油湖最遠的 對 管子也是最長的 你看我們只有透明管子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抽出來是什麼顏色 有沒有 那我們就是抽到它變成乾淨的顏色就可以了 來再來看一下它流出來的油是不是乾淨的 有沒有透明的 透明的 對 對不對 這樣就搞定了 耶 耶 收工 好阿澤 弄到一半了是不是 對 怎樣 要求救 鋁圈還在找是不是 對 因為不要花太多錢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講不要花太多錢 沒錯 內裝就是 感覺欣欣的 但是 跟外觀又不太搭 是這個點是不是 對 不行不行 我跟你講再來就是要省錢 再來不能花太多錢 好啦 這一次花費應該還好吧 對不對 我以為還好 應該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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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